大麻路上两帮人挥拳互殴 从路边打到路中间还是不肯放手 其中几个人试图劝架 但怎么样都拉不开双方 就这样打到警察到场 这才终于控制住场面 但双方火气还是很大 只好统统带走 但有人被打到身体不舒服 在路边没办法好好走路 到底发生什么事 原警把人统统带回派出所厘清 事发在3号晚上10点多 新北市新庄一间KTV门口 原来双方是为了搭计程车爆发冲突 当天是台风夜 28岁红姓男子和另外5名朋友 唱完歌要离开 结账前先叫了计程车 没想准备搭车的时候 却看见44岁的林姓男子和朋友搭上车 上前提醒说车是我们叫的 眼不合起口角 红姓男子被打伤 朋友看不下去挥拳反击 双方就在街头爆发冲突 双方复控伤害 讯后依刑法妨碍秩序 及伤害罪前 将双方共8人 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不止互告也被依法送办 台风天停满停客 类似的状况 还有新北市树林 同一天下午4点多 树林见名女子独自一个人 到吊虾场边吊虾边喝酒 最后却醉倒 但没有朋友在旁边 店家怎么叫都叫不醒 只好报警 原警到场之后 他还是无法自行行走 只好连人带椅 把他搬回派出所 因为看起来就像台教 其他掉下的民众大喊 尽哦尽哦 成了意外的插曲 台风架 民众趁没风雨出门 但警察没办法停止上班 真的累坏 TVBS新闻综合报道